没有一回能成功是天天都挨脆 作为一个情感专栏的作家 就这个还教人咋出对象 长得那个样嘛 老气横丘的 你说他得多大岁数了 至少50 那都 这谁咋还掉的呢 越说越来气 挡得住 挡得住 越说越来气 你就说他天天顿顿都吃韭菜盒子 那味儿啊 我这一想我都恶心 怎么呢 爆锅吗 开饭店吗 要是他没在这 他要是在这 我告你这么说了 你敢不敢这么说 你还师傅师傅大老爷们儿啊你 我敢 我就说了 向您看 作为一个情感专栏的作家 天天光个大脚丫子 穿个特拖鞋就来上班来 我就说了 爱他打地 一天天脚丫子那味儿啊 都辣眼睛啊 辣眼睛啊 一天天的啊 脑瓜子顶上 统共就那么几根毛啊 怎么藏得住那么多的头皮血 一晃脑蛙子 跟下雪似的呀 好大的雪 一刺牙 跟个吐蕃薯 吐蕃薯 我反对啊 老年吐蕃薯 我反对 会下雪的吐蕃薯 终于大胜一致 来 爱他打地 来了哥 吐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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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大吐蕃薯 哎 哎 哥 不对啊 我在电视剧里看到过这种情景 如果说有两个人在背后说一个人坏话的时候 当另外一个人出现了就该停啊